还有太多了 这位听众今天也在这里 名字我不想说了 它的肝坏了 坏了之后整个肝要切除 本来切除了之后留了一点 但是后来肝特别特别不好 I细胞又扩散了 扩散之后我就叫它拧经 拧经之后 我再教它其他方法 最后它真的好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好了之后 他大概过了一个月和我说 卢太长又不行了 扩散了 他很沮丧 都是年纪很轻的 然后我就再叫他念 现在大概两个月了 做CTB超以后 发现什么都没事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一 小房子及其作用 就和我们逢三六九犯太岁 遇到这些年份缘分的时候 一定重视用师父教的方法去化解 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也不懂 三年前 我也是逢三六九犯太岁 没有用师父教的方法去化解 并且还在求这个求那个 只知道索取 不懂得付出 结果业障爆发 差点没命了 敢观世音菩萨保佑 敢师兄们助援把我拉回来了 重获新生 让我经历了生老病死的过程 在三年期间狂念经 许了大悲咒 准提神咒 解节咒 消灾吉祥神咒 各十万遍 去年又许了十万遍心经和药师 灌顶真言 平均每天给自己三张小房子 通过师父教的五大法宝 坚信师父教的都是真的 菩萨是不动因果 只要我们坚持 菩萨都会帮助我们安排好的 感恩菩萨保佑 学白化佛法 让我去掉了嗔恨心 堵住自己杂念的漏洞 身体恢复很快 医生说 我一辈子断不了药 可我现在好几个月 药也不吃了 身体感觉非常好 每天学佛法喜充满 到了2023年又犯太岁 这次不敢掉以轻心 每月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去做 小房子存不下来就先许 前半个月 必须念够27张 针对犯太岁的小房子 就这样 到了元旦那天我去放生 到了停车场 看好有个车进来 我就从车边出去 就忘了上面有杆 结果杆下来砸我头上 当时感觉就像什么敲了一下一样 没大碍就去买鱼了 出来摸了头 结果出了个大疙瘩 也没不舒服 继续放生 回来做饭 吃完饭睡了一会儿 神奇的是 一觉醒来 大疙瘩也没有了 就和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 就是车过去也要砸个坑了 就是平时碰一下也要起大包 要几天才能消下去呢 真的感恩菩萨保佑我 又过了一劫难 你看同样经历两个年份 因自己按照师父教的正确做 没有做 果是不同的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只要我们按照师父教的如理如法修 菩萨都会帮我们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师父的每个特殊开示都要重视 年关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和往生咒 年关多念经 放生会化解一家灾难 我元旦那天就是小房子没有存的 就烧了三张 但是烧了五张消灾吉祥神咒自修经文 就让自己消灾吉祥平安无事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通过师父教的五大法宝 给女儿许愿连续放生一个月 转功德念小房子 念礼佛大畅伟文 观世音菩萨保佑女儿 平安顺利到异地 短短一个月 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欢迎讨讨讨讨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纪念伟大的慈母观世音菩萨诞诞诞日上 在佛菩萨圣诞日所做的功德是否加倍 选自2014年5月23日直话直说 我们在佛菩萨奋诞评论经 有双对的功德吗 还有就是在偷一天我们去放生 或者是祝恩经书 堅全国佛堂 等一个系列的功德 全部都是双对的吗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要看哪位菩萨的 听得懂吗 台长和东方的 那个秘书座 划给他们的 有哪几位菩萨 功德会特别大 听得懂吗 一般念八十 对 一般可以念八十几遍 礼佛的都功德很大的 明白吗 好 明白了 那以后我们就是 有这些我们要多念点 那有二十七变的也可以的 但是就是没讲到的 基本上就是 就是平平的 跟平时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的节日 要沐浴 烧香 拜佛 随缘供花果 选自 2012年2月17日 悬疑问答 阳历的3月11号 那么就是农历的2月19号 是我们伟大的 观世音菩萨的 诞成日 那么这一天呢 希望大家呢 碰到 凡是碰到观世音菩萨 2月19 6月19 9月19 都要 好好的沐浴 烧香 拜佛 那么多供水果的人呢 能够 所求的事情呢 能够找点结果 开花结果 多多的那个 现花 那么使自己呢 能够漂亮 也是能够开花结果的 因为花 也能结成果子 有关初一十五等 佛诞日 办事的遗迹问题 选自 2018年9月7日 悬疑问答 请问 什么事情 可以选择在初一十五 等佛诞日 办 什么事情 不可以选择 这个时间办 好像刚才问过了 应该说 凡是庄严的事情 初一十五 可以 比方说改名字啦 帮人家求啦 搭佛台啦 这种都可以 你不庄严的 你结婚选 初一十五啊 菩萨还来成全你人间 这种乱七八糟的 这种事情 丑事啊 你要知道结婚 本身就是一种丑事 你不知道啊 对学佛人来讲 不是对人讲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佛菩萨大日子 借夫妻之事 是对佛菩萨的尊敬 选字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四 问六十三 有佛友给一位同修 一本佛书 主要内容是关于男女戒淫 方能饱受安康 但是 这对夫妇最近新婚 想要孩子 不知有何方法 书上也说了 最好不要在佛诞日 四天王寻行日 农历初一十五行房 达六十三 佛菩萨希望大家借淫欲 我们首先要清楚何为淫欲 如果夫妻为了生孩子 那么就不算淫欲 古人讲 如果纯粹是为了贪图开心 而过多发生亲密关系 那就算是淫欲 这概念要分清楚的 生孩子的目的是正常的 关于日子 虽然没有严格规定 但是最好遵守 因为 菩萨多的日子 像初一十五 或是大菩萨的诞辰 天神都下来了 人们做那些事情 天上都看得见的 总是不好的 至少不尊敬菩萨 不要特别选在菩萨多的日子 做那些事情为好 这是表达对菩萨的尊敬 所以 这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 做手术要尽量避开 佛菩萨大日子 选自 2018年9月2日 悬疑问答 师傅 您曾经开始过 做手术选一个良辰 吉日比较好 什么日子比较适合 做手术呢 早上 早上比较好 早上 那日子是怎么选呢 双日啊 单日啊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的吗 过去 你出生年月日 双日 单日你知道的呀 单日 选单日 双日 选双日呀 明白 要尽量避开佛菩萨的圣诞 初一 十五 是这样吗 是啊 很多人以为初一十五可以做事的 不可以的 人间的事情不要再崇约十五 初一十五是菩萨的日子 不是我们人间的日子 是 是 也避开皇帝上说的诸事不宜这种吗 对呀 诸事不宜嘛 总是说明 他这个所在地 这个诸事不宜啊 不好呀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看病 不打针吃药 就是说 在看病 打针吃药的同时 无论如何 要认识到 心灵上 灵魂上 也有一个医治的方法 因为 有很多病 人活在世界上 病有两种 一种是真的生病 就是真的伤疯啊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 也期待明天 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